天秤座的年运 想起来心有余悸 那么现在再来看看你现在的局面 我觉得真的还是能让你愉快不少 但是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好了太久 一段时间之后天秤座就会发现 你身边的情况开始不对了 比如说你所处的公司有些人事变动 你的前景不再稳固 再或者你有受到其他公司不错的邀请 但是这个公司可能在外地 你需要去抉择到底在过去的公司里面奋斗 还是走出去 那么另外也会因为比如说恋人的关系 而导致说你现在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动 总之有太多太多的选择 这个时候我还要建议天秤座的朋友要勇敢和大胆一点 因为这就是你的新生活在向你招手 而这些机会还是陆续会在今年的7月和10月之后出现 希望天秤座会把握好 那么当然1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 另外部分的天秤座已经结束完你过去的生活了 那么特别是在16年末 还有17年年初这个时间 因为木五千对分的能量 有些天秤座离开了过去的工作 或者说放了其他的部门 这也意味着过来几个月对于你新的工作内容 你要拿出你的实力和耐心 另外在上半年2月份开始 往后的4个月里木天会开始逆行 需要你拿出比一般人还要强的耐心 特别是你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 你还需要注意一点 不要像过去那样怕被别人反驳 或意见不能被接受 而把自己的观点变得很模糊 因为你不想做对人 特别是一些从事创意工作的偏评作 那么个人色彩会给你的作品加分 那么对于依旧从事过去工作的天秤座 我认为关于你过去老旧的方式呢 你也应该放弃 那么调整就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样子 包括你可能有些不好的情况 比如说懒惰啊 或者说工作效率不高这个问题 都是在上半年需要继续好的 另外你的守护心精心的 会在3月4号开始逆行 这个时间里呢 要特别注意说你的老板 或者说有这个合作关系的朋友 那么也许是因为客户的需求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原因 总之过去如果你在一会迁就的话 那么以后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其实你也不会去 迁让 那么若是过去有一些不开心的往事呢 对方找上你 我相信呢 你也可以把话说开 因为多一个支持者 对你来说还是一件好事情 总之上半年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另外呢 今年有一个近80年没有发生过的 心想光灵天秤座 那就是目睹护荣 这也会让你们的努力呢 回报甚微 你要学会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给自己打气 坚持到7月末之后呢 我相信你会逐渐的看到你的回报 特别是在7月份开始 你的工作机会也会变多 找你合作的人 看好你的人 也会在7月和10月出现 请记得留意 那么如果上半年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朋友 也可以在7月征询之后试一试 最后要补充一年 今年也是一个很适合学习的一年 有些天秤座会因为你新接触的行业 或者工作内容 需要查资料 或者尽求自己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呢 则是要改进你的工作模式 或者找到更合适的工作 去参加一些培训班啊 或者干脆考一个这个专业职称 总之我认为这个 这个事情呢 还是要在上半年进行的会比较好 那么接下来呢 要说到情感的部分了 说到感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 何久必婚 不合则分的年份 虽然说木星呢 是给天秤座的人带来好运 也会带来很强烈的桃花运 和机会 而不是让你已经腐烂的关系呢 重修就好 所以对于那些 让天秤座一直都在将就 或者说忍气吞声的感情呢 你也大可不必再忍了 因为不放掉过去 怎么拥抱你美好的未来呢 对于天秤单身的朋友 我想说桃花呢 也不能说是多到 让你疯了的地步 但是呢 也算是不间断的出现吧 特别是这个朋友聚会 或者一些公众场合 都能解释到 让你感觉不错的异性 但是要注意在十月份之前呢 任何新开始的感情呢 都会要经历一些考验 或者说进展缓慢 所以这里也不要建议偏评作的 就是这里不建议偏评作的朋友 太过心急 任何这个感情的发展呢 你都需要有点耐心 对一些 这个闪恋的朋友 那么要注意一下 三月下旬 因为旧情人或者说 因为旧情人的原因 可能会进入到三角恋 也或者说在七月份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可能会因为自己 你们之间的一些价值观不合适 或者说承诺没有兑现的问题 而突然分手 这里呢 对一些社交性的天秤座要说一句 今年的木土富荣 强调了任何人品的责任性 如果你只是抱着这种互相去呢 或者暧昧更安全的态度 那么这一名的桃花 也就是露水情缘了 你会错过对的人 那么希望你们对感情呢 要多一点责任感 对于已关的天秤座 如果你的感情一直是有问题的 过去呢你可能去隐忍 或者说强颜欢笑 但是今年的上半年 可能会装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我还是要建议你们 任何对感情有利的事情 就是要遵循自己的需求 对方是否真的能给你幸福 你必须要考虑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回忆 或习惯曾经的美好 因为你一人之力 或者这些回忆和美好的过去 都撑不起你的未来 今年的一月初和十一月 我认为都是感情重要的抉择 其特别是十月中旬之后 木星进入到你的价值空位 你会很难忽略对方的问题 对于相处稳定的天秤座 我这里要说 十月前木土豁荣的情况 会给你的感情带来一些小的麻烦 比如说你的感情呢 不再是单纯的两个人的事情了 可能会涉及到对方的家 双方的家庭相处合不合默啊 或者说因为家庭 对方的家庭的问题 你要做出一些妥协或让步 当然我认为你是可以做一些牺牲了 但是有些问题呢 要注意给你的另一半说清楚 因为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 对方也不会知道 那么时间长了呢 就会出现埋怨的情况 那么下一个部分呢 就要说到天秤座的金钱部分 我们还是要先说回去 过去一年的情况 因为过去一年呢 是天秤座的各种低潮期 天秤座的收入 大部分是来自于你的工作报酬 而去年整年的收入 我认为都不是很理想 部分的人也会因为身体的缘故呢 或其他缘故而各种破财 事实上到了2017年初的时候 天秤座的财政状况 我认为是很紧张的 而今年上半年的四个月 还有木星逆行 无论打工者还是做生意的天秤座 很难很快地看到你的 这个投入之后的回报 收入我认为也不会增加太多 特别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你会因为这个资金的断层啊 或者说你自己财务计划没有做好 而导致到你这个财务紧缺的问题 另外上半年 由于这个部分的人 可能还需要拓展局面啊 或者说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去铺落 还或者说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么再加上部分的天秤座 还会转换职场 自然你的收入呢 也会变得不稳定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搬家 总之各种原因吧 我会觉得特别的多 但是花钱的地方还真的是不少 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支出 对你们来说是很必要的 不过好的情况是 今年新兴逆行的期间 就是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那你会容易接到一些额外的工作 或者说也会因为一些原因 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 六月中旬之后 木星会顺行 可能你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 或者说是不错的合作机会 总之让你获利不少 可以缓解一下你的压力 但是七月份依旧是一个财务波动 比较明显的时间 到了十月中旬之后 你的工作会逐渐地解决好你的问题 收入也会逐步地提高 那么在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人际关系了 土星呢 自2015年9月 进入到你们的沟通工位 很多天秤座就会发现 你说话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或者你也误会了别人的意思 那这也需要天秤座 修炼自己说话的艺术了 对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 虽然天秤座呢 被称为这个社交达人 但并不是代表说 说话员上就一定能博取别人的好感 我觉得还是要看在什么样的场合 如何表达 是天秤座要思考的 另外海王兴在你的工作工位 依旧有职场小人的存在 而沐昕呢 在天秤座的一年里 我认为天秤座这一年的主题 就是做自己 所以你要拿出勇气 不要因为对方的身份 而忍气吞声 那么到了该说清楚的时间了 好的消息是 今年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过人认的 时间是在今年1月和8月 那么10月之后也是有一波的 但是我认为重点还是这两个月 另外今年你会 也是很多新的朋友 聚会吃饭的时间呢 会特别特别的多 你要玩得很 你会玩得很开心 不过就是也很容易发胖 3月到4月的精心逆行呢 会迎来一波旧的朋友 但是我要说 对于是否要接纳 你还是要遵循一下 自己个人的想法 这儿我要提醒大家 需要思考一下 过去的你们之间的一些误会 或者说是一些障碍 是否能跨越 那么那些问题放到今天 你是否能解决 如果能 那就多一个朋友 是一件好事情了 但如果不能 我认为接触是没有必要的 还是留点美好的回忆吧 好了 这就是关于2017年天秤座的运史 希望大家能喜欢 感谢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